大家好,我是高于彤,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八字案例,这个八字命主呢,找我主要是想看一下他的孩子,他说他结婚了好多年了,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能够生育,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看一下他八字上有没有什么妨碍,是他有没有孩子的,有没有子女心,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首先姓名呢,是做了个人隐私频密保护,是一位女性,杨丽生日1996年2月5日的下午18点,年龄今年25岁,叔叔,阴丽生日呢,是1996年12月17日的有时,年命那阴,渐下水,这是他的八字。 我们来看一下能量分析,首先他这个本命他是不得令的,然后也不得是得第一次,但是有这么多的阴影来升,五星能量我们来计算的话,他还是偏弱的,所以这个八字还是深入来论。 我们来看一下称谷重量,称谷重量是三两九钱,称谷聘语,女命推来运未能,劳碌奔波一场空,好事巨鸟在龙中,中年莫现七秋风。 好,我们看他的性格,阅令上首先是做了食神,但是食神没有偷干,偏财偷干了,偏财格形成了,还有呢,偏异,偏异格也形成了,我们首先以偏财来论,偏财格的人非常的豪爽仗义,非常有侠客精神,吃饭会抢买单,有钱就花没钱再赚,不会吝啬。 但是偏异成格的人呢,他还会有一点就是非常的心思细腻,想得多,预设呢,容易琢磨,所以容易心情抑郁,不开心。 然后这个八字呢,我们看他是没有正财的,所以他收入不稳定,而且花销很大,做劫财嘛,花销很大,不容易存到钱,因为没有酷啊,不容易存到钱。 银身冲,自带一马,所以他到处跑,这个行中也不是很稳定,经常出差。 八字呢,有时神没相关,所以他伤尽心不是特别强,做事呢,不会去特别的积极争取,就比较佛系。 我们看一下他跟家庭的关系,跟父亲呢,这不是喜用,就关系比较一般,母亲是自己的喜用,跟母亲关系会比较好。 那么父母关系呢,偏硬,食神,销神多食,所以父母关系呢,也不太好。 那么他跟比他大的兄弟姐妹一起,他不是跟他们很开心的相处,那么跟比他小的,这些社会上的兄弟姐妹,他会比较开心,一起食神嘛,比较开心一些。 那么跟他老公有个银身冲,然后又制作的是偏硬和七杀,就会生闷气,甚至有时候会动手。 跟他的子女,将来的子女呢,将来子女成就是比较不错的,我们看带着这些神杀也都是非常好的。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财运,财运呢,偏财格的人,财是比较不错的,但是因为身弱,他就会为财所困。 一直想赚钱,想要赚大钱,但是身弱又不担财,遇大财得小财,赚的赚钱方式,它是比较轻松的,因为食神生财嘛,食神做事是比较轻松的,但是可惜就是没有酷,赚的多,花的也多,存不住钱。 这个八字要想要赚大钱的就要逢到身强的大运流年,因为本身财是不弱的,食神也比较强,月令是食神。 这个食神就够用了,所以他只要逢到身强的大运流年,这个钱就会比较赚的轻松一些。 好,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体。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到现在都没有能怀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,我们来看一下。 首先这个八字,金水两旺,是一个大美女的八字,这里几土,几土是被周围消耗的比较厉害,他处于一个求使之地,所以他的脾胃是不合的。 然后月干做了偏异,我就断他有胸部有经络淤堵,有乳腺增生,他说是的。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腹部,腹部有偏异又有七杀,所以他腹部的问题比他胸部的问题还要严重。 给他断的是多复刻问题在这里,他说他已经做了手术了,有子宫的问题,还有盆腔的问题,已经做了手术了,但是还是没能怀孕。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是否有子女性是否能够怀孕。 八字中十神很旺,但没有伤关,对于女性来说,他跟女儿的缘分其实是很深的,是可以怀孕生孩子的。 好,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行业,最适合做的行业。 那么适合做的行业,身弱,洗帮服,那首先就是五行属金的,就是他的硬的行业。 属金的行业有金银珠宝,家电钟表,金融,机械仪器,证券交易等等。 其次是五行属水的行业,就是他的笔尖。 五行属水的行业有水产,饮料,咖啡业,运输业,水产养殖,服务业,贸易业等等。 不适合做的工作呢,就是他的客线号了,五行属水,五行属火,属土,属木的行业都是他的客线号,就不适合做这个行业的工作。 然后我们看他的天蚁贵人,饼钉猪鸡胃,人鬼兔蛇肠,兔蛇猪鸡都是他的天蚁贵人。 但是呢,这个兔跟他有纸毛形,蛇呢,又银四身三行,行呢,就不是喜用了。 所以最好的天蚁贵人呢,就是属猪和属鸡的。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喜剂,身弱,喜硬帮,就是长辈帮服务,还有呢,就是笔尖,喜欢和兄弟姐妹朋友一起合作。 因为身弱的人自己做一件事情,他能量是不足的,跟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是最好的。 然后呢,不喜财,不喜欢别人给他投资,因为他自己担不起,也不喜欢,也不喜欢,也不喜欢食伤,身弱都生不动。 然后给他的建议呢,就是夫妻宫是被冲的,然后又做偏意和气沙,说明他的婚姻关系是不理想的,要注意夫妻关系的调节。 然后呢,他生孩子是没有问题的,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心理上的问题,心理压力太大了,因为偏意成格,这个容易又容易想的多,外界压力给到他,他又不懂得去排解。 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生病,容易乳腺增生和容易复刻问题。 那所以他只要好好调理,他是有机会生孩子的,他的子女心还是比较旺的。 好,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今年的大运流年怎么样。 2021年走,新丑。 好,这是丁亥大运新丑流年。 大运走了丁亥,这个亥现在刚好走后五年,所以亥给他补充了。 自己的笔尖能量,今年呢,又都是生住他的印。 所以本来一个深入的八字,走这个大运家流年变身强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他每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首先,农历一月, 销神夺食, 银身冲。 这个曾月跟老公吵架比较多, 然后心情比较郁闷, 年过得不是很开心。 然后二月份, 银银,银银半山河墓, 三冠比较旺, 印主学习, 那这个月学习比较多, 然后做事呢, 三冠主做事比较辛苦, 也主比较积极上进, 这个月比较辛苦一些。 三月份, 三月份成丑破, 又有紫尘半山河水, 水为节财, 水为笔节, 有朋友带来不好的事情, 跟公检法有关, 然后还费了一番口舌, 跟人吵架, 破了一大笔财, 这个节财的能量被加强了。 然后四月份, 四月份, 事有丑合金, 事有丑三合金, 然后这个印是被增加了15倍。 印是生劫财的, 印生笔节, 印生劫财, 那这一笔有一笔大的支出,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。 然后呢, 银事生三行, 因为偏财引起公检法早事, 然后会闹得很不开心, 销售夺食, 很不开心。 五月份, 事生生财, 这个月就比较轻松了, 银武半山河火, 火为财。 所以这个月呢, 是边吃边玩边赚钱, 还顺带生了一些职务, 生了官。 六月份, 六月份丑未冲, 丑未冲冲出来的是官, 那么商官见官, 这工作上就容易跟领导顶撞, 然后管的事呢, 也会比较多。 然后七月份, 七月份有偏财, 天干有偏财在, 然后这个月呢, 也是销售夺食, 不开心, 跟朋友不开心, 要注意小人。 然后八月份, 八月份生子层, 桃花是在有的, 这个月呢, 又有有之行, 所以这个月桃花是非常旺的, 但是呢, 这个月的印的能量也非常强, 所以很适合签单, 签合同, 这个正裁能量也很足, 这个月赚钱也是比较舒服的, 工作会比较顺利一些。 九月份, 九月份下印相生, 这个月是和掌权做领导, 做社会非常的果断, 这个月有升职加薪的迹象。 到十月份, 十月份害害自行, 然后害子丑山会水, 比兼备极大的加强了。 如果说九月份是做二把手的话, 那么十月份就是做一把手了, 那这个月会管的事情比较多, 跟朋友一起吃喝玩的事情也会比较多。 然后十一月份, 十一月份继续害子丑的山会水, 这个月增强的就是劫财了, 劫财能量被很大的加强, 因为销神也是生劫财的, 有不好的事情, 有不开心的事情来助长了劫财, 所以这个月开销会非常大, 会破一大笔财。 然后到十二月份, 十二月份子丑和土害子丑山会水, 那观生意, 土是生金的, 观生意有学习的事情发生, 那在学习上花钱, 当然呢也会升职, 做领导了, 管的事情比较多, 手中权力变大, 今年学习是比较好的, 今年做事情也是比较顺的, 唯独今年生孩子, 怀孕就不太合适了, 因为硬是克食伤的, 女人来说食伤为子女, 今年都不适合怀孕,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呢, 食伤心就来了, 在接下来就可以顺利的去怀孕生孩子, 所以呢也不用特别发愁, 好这个八字呢就分析到这里, 感谢大家。